太平洋岛国论坛30日落幕 我国持续与台湾中华民国的名义当观察员 但是遭到中国大陆打压 一共18个成员国 15个国家已变成中国大陆友邦 根据外媒指出 募集中国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前波 对诺鲁前总统瓦卡发怒 表示关于台湾的宣告内容不可接受 之后又转而跟所罗门外长沟通 在中方施压后 领袖公报被修改 原本第66项重申关于台湾中华民国关系的决定 但是现在新版的公报整段文字被删除 对此我国国家部回应 掌握中方施压的第一时间 就恰请三友邦争取有我条文 但是各会员国为了和谐 最后决议以太平洋之道 折冲各方意见 并认为修改后的公报 没有损及我国地位 与排除未来参与PIF的各项权益 台湾对中国蛮含的介入 破坏区域和平及稳定的无理行为 予以最严厉的谴责 并呼吁所有理念相近国家 密切关注中国的各项行径 维护太平洋岛国的和谐与稳定发展 下一届太平洋岛国论坛 将在索罗门群岛举行 北京已经指示 不要邀请台湾代表团 索罗门态度轻忠 台湾明年能否继续参与 太平洋岛国论坛PIF 将是外交挑战 这篇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